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它是有做到稍微那种感觉就像慢活 那慢活来讲的话就是很符合我们整个一个修行中的一个特色 整个一个装潢里面来讲的话它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用戒警 那以戒警来讲的话这个主题是将整个我们这个窗面的部分 我们全部都把它控出来 那把它控出来让我们真正悠闲显现到整个澄清为一个苦患的一个景色 质朴温柔 自然极简的风格生活美食 这里搭配了南洋土指导风格设计 一致排开户户面糊的无遮蔽特计 一年至近都可省望不同时间的湖面景色 品尝下班及时度假的休闲生活 让这里临沉不临沉的景端住宅 达成一生享受美景的经验 在世界上的可以紧邻湖火盖的房子 第一排可以盖房子 大概就只有全景五盖大楼的 因为一般在世界各国的和湖头的住宅 可能在大概远离到五百公尺以外 大概就盖一个VILA的设计 不会像这种高楼大厦 所以说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大楼 有别一般知识的豪宅 能够住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面对着窗外景致如此优美 室内环境几乎采用巨颈的设计概念 大片落地窗的规划 让采光面接近百分之七十 搭配一字型的规划设计 前可看湖 后可望山 这里通风良好 空气清新 只有健康的芬多精 没有都市排放的废气 而为了破除高雄血值不好的寂静印象 设置日本引进的活血进化器 让每一滴血都达到生命的标准 我们整个现地的面积是4400平 那我们有3600平的超大中平花园 那除了密林区之外 我们怎么规划一个十米次25米 汆水道的标准游泳池 那这样子的感觉就很像一个 自然的总裁新馆 那女子的部分 我们另外还有设计的 宜家教室跟双疗室 这是美容美法中心都有 舒适的居家环境 要让市内格局配置 与室外环境能有绝佳的包裹 看广明亮的室内空间 涉及繁琐的装潢 以原始素材 感变清洁浮湖的韵味 更显大气风格 除了舒适的室内环境外 整个社区环境宽阔 在优良的管理系统下 住户在社区内活动时 可以对居家安全放肆 我们想这种建筑 经过了十年二十年 甚至五十年以后 它还是大家认为 很漂亮的一种建筑 我们是朝这方面来规划 所以我们的外观 我们经常用简单 但是大方 但是流线 出来之后 就让这里住的人 有一种志在的感觉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 我希望住在这里的人 本身 他的生活形态 他的心理 都能够更趋健康 我希望他能够很快乐 很悠闲 不管是他的下半辈子 他的职尼也好 甚至他的孙子也好 都是喜欢来的地方 我希望他受造是一个 真正的家 在附近来讲的话 我们八大行业是不能进驻的 是不能进驻的 那目前以前的整个建造的 一个建制来讲的话 我们这一栋可以说是 最后的一个大楼 取得的一个建造 那么在附近来讲 其实还有像我们这样子 第一台的地来讲的话 那么它是不能取得 像大楼的建造 它顶多现建的话 是五全楼高 这次个位居湖畔的景观住宅 强调19%的超低建并率 每个人可以享有 2.5倍的空地 与前方375公顷的 成心湖美景 主席的湖畔美景 告诉我们 大楼是用钱买不到的资产 高雄成心湖 的确是值得点藏的 正价之宝